今天我們會做芝士三文治 材料有一塊芝士 芝士最好是正方形 材料是食物 什麼食物都可以,但最好不要硬 一條也可以,但要貼碎 首先,拆開芝士 然後丟掉芝士 然後呢,就把這隻腳摺到對面那隻腳 這樣就會變成三個形 你看看 摺完之後呢 要把這一個角,或者這邊也可以 摺到對面那隻角 這樣就不要再摺 不然呢,就太小了 你可以打開它,夾些芝士下去 這樣就可以,例如 紫菜 腸仔 一條也可以 切碎也可以 這樣吃也可以 我呢,就喜歡這樣吃 因為這樣呢,就會有些層次感 這樣呢,就會好似腸仔的 嗯,我們先試味 嗯,好好味啊 嗯,好好味啊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嗯,嗯,嗯